大家好,歡迎來到EK的視頻 之前看到有朋友提議 假如我們刪除所有80總評及以上的球員 結果會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相當不錯的 一開始我打算再狠一點 75加的都要刪除 不過後來想想就算了 雖然我想看到這些角色球員閃光 但最好都是保證一下入場的質量 我們平時入場多數都是看巨星表演 今次看角色球員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聯盟的實力都平均了 你看看現在整個聯盟總評最高的球員 其實就是79總評 如果不計這個社加成 我們看到K粒 史馬特 莫里士 Ruville Silla 奧利尼克 36歲的K粒 成為了球隊中總評最高的球員 應該就是球隊中總評最高的球員 托邦 應該是他做大哥 沒錯 36歲的高齡 K粒重新做大哥 那就幾好看 其實我把球員的進步速度 以及退步速度 都調成了0 但我測試了一下 好像總評還是會上升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如果球隊有比較多年輕人 有比較多潛力伸手 應該會有好處 但我看到木羅沒有好處 因為Anthony Edwards 也是刪除了 老實說 現在刪除了巨星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隊球 會成為奪貫的熱門 真的很難猜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模擬了 接著又進入了全明星球隊選擇 以往的視頻我就不看了 選來選去都是巨星 但這次沒有了巨星 我要看看這兩隊球有什麼人 首先兩邊的隊長是史露特和K粒 K粒是第六次入選 但史露特是第一次入選 OK 自動選手 接下來呢 首先看史露特這邊 首發球員 除了Boogie之外 其他三位球員 Aaron Gordon Devante Graham 和Obi Topic 是第一次入選All-Star 提寶有格勳 莫里士 Jordan Clarkson Joe Bazzi 史露特 迪拉基 以及路比奧 世界盃MVP 接著K粒隊這邊 首發的 有米薩浦 有Cilla 烈自職信 T.J.McCarno 當然還有K粒 提寶名單 11次入選 All-Star的Carmelo Anthony 還有Louville 有Weissman 有Bucci 有Baddy Heap 有Achua 壓軸登場 我亦格 我公胡 這份名單其實都不頑皮 看完這個All-Star名單之後 不如也看看 暫時所有獎項競爭的球員有哪些 看到MVP榜 第一是Achua 其實有點奇怪 因為剛才看到All-Star的名單 他是締補球員 其他四位 Davante Graham Boogie K粒 Aaron Gordon 他們都是首發的球員 當然 Achua這個數據是完全沒問題的 最佳新手應該都是他 OB Toppin 是27.8分 8.8個版 是不錯的 教育江湖其實都不錯的 接著又說 其實是我最想留意的一個獎項 DPOY沒有Jonathan Isaac之後 看來盧比士有機會了 Covington是第二 史瑪特是第三 接著是兩位老鷹的球員 其他的話 最佳進步球員有 Bamba Tony Bradley 古斯瑪 古斯瑪 都長均20.4分 Lonnie Walker 還有Baisley 暫時的話 看看戰績 東區第一是黃蜂 37勝15分 藍網不是家破人亡系列 沒有了三巨頭排第五 Joe Harris說 現在我是球隊大佬 是不是 是隔分還是你 兩個總評是一樣的 Joe Harris長均16.1分 接著的話 西區這邊暫時第一是丹佛金塊 快艇是第二 火箭說 現在適合我了 Calvin Potter Jr. 長均17.6分 奧尼尼克 是長均12.4分 看回最差戰績的球隊 暫時西培托福為OKC 那沒辦法 已經刪除了巨星 你還是倒數的球隊 東部的話 速龍是倒數第一的球隊 不要管那麼多 待會我們看All-Star 好了 我們馬上進入全明星正賽的現場 希望半場結束的時候 就不要拉開這個分擦鞋 現在就追上來一點點 我都不知道這兩隊球是哪隊打哪隊 看回數據方面 Carmelo有8分 這隊是K粒隊 K粒是5分 好像這些分都不是太多 或者那邊史奧特隊的話 哇 隔分是13分 隔分和Carmelo 兩位多次入選All-Star的球員 果然看到這場面 是完全不協償的 那就OK了 我們進場看看 好了 來到現場了 其實第三節 Carmelo有些進攻鏡頭 挺帥氣的 包括這個Boss上反立 是捉到犯規的 接著說 後次一步 顏射莫里士 也有 然後背後 單打路 很輕鬆 第三節 他拿了不少分 接著我們進入第四節 看見目標的分數是99分 即是說 隨便一隊球獲得99分 比賽就結束了 這邊夾分 自己1on1的突破都有 確實的 這個得分是低了一點 主要就是前三節 兩隊Boss上的手 這樣真的不太好 好 Luvio這邊 嘩 這樣 這樣轉身勾手也有 真是破冰轉身 Luvio 這個時候 應該手法就慢慢回來了 Davante Graham 一個3分 是很果斷的 剛才也看到 下落到黃蜂隊 是排名第一 所以他們的當家巨星 Davante Graham 自然是打得不錯 給到米薩浦 米薩浦 想爆的 分出來 T.J.McCano 給Luvio Luvio的話 急停跳投是不進的 他就不是手法的球員 也看到Luvio下半場的手感很頑皮 狗中二 嘩 Davante Graham 這邊又懵了 喂 真的當家巨星 嘩 現在NVA的招牌球員 就是他了 你真的不要笑 你沒有選擇 什麼球員都要看 Luvio這邊 哎呀 其實這個R6 放得很漂亮 Davante Graham 又來了 這次怎樣呢 轉身 接著的話 拉出來 T.J.McCano的防守 有點漏洞 Davante Graham 連得8分 我又不知道現場觀眾的感想是怎樣 去年看的巨星突然失蹤了 換成了這班傢伙 但是還是那句 你沒有選擇 Luvio的3分是有的 好了 屎奴特隊這邊 多拿2分就贏了 屎奴特隊 為什麼我看到屎奴特隊 看保證 不要理那麼多 Davante Graham 自己一個人連得10分 殺死比賽 現在的頭號巨星 嘩 不賣摘他了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2K就沒有All-Star MVP這個獎 如果有的話 Davante Graham可能就獲獎 最後關頭全部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得分 最後他是19分 隔分是15分 7個版 Jordan Krasen15分 莫里士11分 K-Lub隊這邊打得最好的就是Camel 他也是全名精賽經驗最豐富的球員 可惜他不是手法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關頭有他在 應該不會得分那麼困難 他有16分 Luvio13分 列子積訊12分 K-Lub是10分 接下來賽季結束 Achua果然是獲得了MVP這個獎項 新秀賽季就獲獎了 當然他的數據21分12個版 還有2.5個Block shot COSTA很厲害 最佳新秀當然是他 還有一套人是Cole Anthony DPOY是Carvington 最佳的陣容方面 一陣 Tavante Graham Zilda K-Lub和Achua 這些都是入選了All-Star球員 然後第二陣見到Ricky Rubio Amarikai Flane Aaron Gordon Jordan Jordan Nurora 我亦格我江湖 江湖 其實都打得很好 長關20.4分 11.3個版 還有2.2個Block shot 三陣 看到Baddy Hill TJ McCarno Patrick Williams Auto Pora 還有Wiseman 好了 是時候要揭曉戰績了 看看怎樣 東部的話 第一是黃蜂 剛剛我們暫停車的時候 他們都是第一的 第二是只有公牛 公牛的陣容 Koby Y Patrick Williams 還有泰絲 其實現在的總評 差不多有80就很厲害了 算是巨頭 就是這樣 熱火這邊 哇 熱火這邊的陣容 其實真的不錯 迪拉基治 希露 還有Achua 希露的數據 16.3分 5.5個版 還有騎士 弓鹿 巫師 哇 藍王這麼厲害 入到季後賽 Joe Harris 真巨頭 長均16分 這個3分波 命中率是4x1 入到季後賽的話 真的不知道 布朗呢 哇 布朗 不是撿雞王 現在真的拿正牌做巨頭 15點搞8個版 接著 入不到季後賽的球隊 就是這些 其實現在的話 以往的戰績 即是現實的戰績 已經是沒有參考價值 西埔 第一是丹佛金法 還可以排到第一 Aaron Gordon Aaron Gordon Aaron Gordon 將軍17.8分 7個版 快艇第二 馬次第三 著士第四 今週勇士是第六 我看一下 Kelly Rubrik 14.5分 6.7個版 Wizeman Wizeman 哇 22.9分 11.5個版 1.5個助攻 1.7個Block Shock 你不要說季後賽 可能有得思考 還有牛仔 還有三十成帝王 OK了 馬上無意季後賽 去到決賽的話 再看一場比賽 行了 今週勇士被淘汰 今週勇士是輸給馬次 接著的話 1537 1537 東西區一模一樣 繼續 接著的話 藍網被淘汰 Joe Harris 入到季後賽的三分球 我看一下 特地留意一下你 Joe Harris 怎樣 季後賽 4.6分 當然 現在沒有了巨星 防守的強度弱了 西部這邊是金塊對著馬次 東部是葉火對著功錄 繼續 葉火又對功錄 這次是4比0橫掃 嘩 最後final 好熟悉喔 這個match up 葉火對馬次 來了 第一場球 馬次贏了 這場球的話 Lonnie Walker是20分 接著Ludy Gage16分 嘩 這些得分很平均 好 繼續 第二場球 葉火追回場 這場的話 Achua MVP法力 有24分 Candry Nun 22分 繼續 Game3 買一次贏 這場球 Davin Vessel 34分 28分鐘的出場時間 34分 6個版 17中12 超級厲害 話說 現在真的fmvp 巴洛瑞加是很難猜的 接著的話 3比1 這場球的話 又是Lonnie Walker 看來他真的打得很好 30分鐘是34分 20中14 就好了 Game5 Sim case 來了 這場球的話 馬次這邊 開始 拉開這個領先的優勢 幸好葉火這邊 都叫做咬得住 第二節結束的時候 我呢 對啦 分差就追上來 那其實9分的分... 唉 9分的分差 好像不三不四 繼續無意 葉火這邊有沒有機會追上來 有機會追上來 那沒問題 這個時候可以入場了 好了 來到現場了 第四節剩下6分鐘左右的時間 看到MVP Achua 首先抓到N1 然後隊友的頭籃不進 他自己來 第一下不進 第一下再補 還有 MVP是沒有水波的 雖然現在的聯盟水了一點 問題吧 馬次這邊的進攻 給到中司 他今天的得分也不少 給到Devon Vessel 之前一場球看到他的得分很高 這個球Milton 給到Yubanks 但是他的上籃 被MVP拼了 看到Yubanks在這個MVP Achua的釘防之下 手感全無 這邊給了艾莉莎 艾莉莎 看看怎樣 哎呀 這樣問老師拿作業 但是呢 出來還是熱火的球拳 希露強硬射不進 我以為這個BP Achua又搶到板 然後 Devon Vessel 這邊呢 哎呀 一個仙女散發 這段時間有點亂 看到也有些主力是準備出場的 迪拉基治 CJ Miles 給到Halo的 直接就出手了 是有的 拉開到8分的分刀 好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戰術 波圖自己大波 然後要米爾斯做Pick 波圖再上 Achua又Block了 嘩 其實波圖已經是踩了界了 這段時間 Achua 防守端的表現是很亮眼的 然後的話 轉換 來到進攻端 一個阿里屋 一攻一防 精彩的表現 現場的熱火球迷 全部站起來了 這段時間 馬刺 確實是一般 進攻端 拿不到分 RudyGay出場之後 移動的三分 嘩 好難 熱火要叫Timeout 好 Timeout之後 看到熱火這次的進攻 Achua設一個Pick給Halo Halo 作勢要自己上 然後分給Achua 捉到犯規 這段時間 Achua真的打得超級好 加罰是不進的 但是不要緊 馬刺那邊還是拿不到分 然後Kendry Nun 輕鬆上攬 Kendry Nun 14中7 17分 賣次這邊 想找RudyGay RudyGay 是兜了出來的 現在拿到波 但是沒有空位 看到米爾斯走位 是空了 但是這個距離 真的遠了一點 Kendry Nun 有板 然後給到艾莉莎 艾莉莎 就這樣出手 做到犯規了 現在分差已經來到雙位數了 但是RudyGay 沒有放棄 這個波 硬著有艾莉莎 然後下一個回合 這個Pick 其實都幾多人下 人馬踏踏的情況下 飄移的Jump Shoot都有 雖然RudyGay 這邊還沒放棄 但是他們防守端 已經不能再犯任何錯誤了 葉波這邊 多入球 基本上就殺死比賽了 希露的話 一個小打大的機會 他自己發目 轉身上立 贏了 那就應該殺死比賽了 最後的比分 107比93 G5 葉波在主場贏 將這個總比分 是分成2比3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喂 MVP是沒有水波 新秀賽季可以拿MVP 就更加沒有水波 MVP是這樣的數據 22分 19個版 3個座高 2個TOP 6個PPS 他真的玩夠了 Halo 21分 Delight Gate 18分 Kendry Nunn 17分 那次這邊的話 Devon Vessel 18分 Johnson 17分 RudyGayce 14分 但是16中4 這個名做率好像差一點 但是最後那幾球 好像他進攻得比較果斷 Lonely Walker是11分 剩下的比賽 我們就用SimCase模擬 剛才MVP這群小子 打算致敬老前輩 來過4比1 誰知道是不行的 現在是Game6 看來這場球的話 沒有了 比分是拉開了 146分搞什麼 哇 Halo 36分 3分球 13中10 喂 Game6 13中10的3分球 為什麼我想起Kendry Nunn Cramson是不是11個3分球 沒有記錯的話 這場球Halo真的很準 迪拉Gayce都不集輸 35分 Achur Achur 28分 16個版 5個Block Shot 有沒有人可以擋住他 買次這邊的話 Lonely Walker 24分 Devon Vessel 22分 好了 Game7了 Game7 我們有沒有機會入場呢 看看 最後第4支的時候 嘩 葉火這邊看來要拉開分差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9分 馬次這邊 5分 還可以繼續無語 4分 還可以繼續無語 3分 還要繼續無語 2分 唉 這樣不錯 大家又有球看了 來到現場 首先看到是 葉火的進攻 邊線波發出來了 被迪拉Gayce 給迪拉Gayce 這次進攻是怎樣呢 最後是迪拉Gayce 這次進攻是怎樣呢 最後是迪拉Gayce 然後迪拉Gayce 輕鬆地踩到內線 裡面是空的 迪拉Gayce 28分鐘 14分 3乘8的命中率 好了 馬次這邊的話 米爾斯移動的3分 嘩 大心撞 這次進攻 看見有些球員準備出場 給了鄧肯、羅賓遜 最後給了Halo 給了Kendrydn 轉來轉去 最後給迪拉Gayce 然後Kendrydn 走位 Wild Open的3分 是不進的 機會出來了 米爾斯 咦 對著 Achua MVP 喂 對著MVP 喂 不要 始終都是按住 米爾斯想去拿作業的衝動 沒辦法 這個還以為是精英老師 MVP還不是精英老師 米爾斯真的很喜歡找些名師來教學 迪拉Gayce 你也是 你也是細打了 搞什麼呢 兩個這麼愛學習的Point Guard 米爾斯這邊 又一個移動的3分 又有 OK 喜歡學習的人 是不會頑皮的 聖安東尼爾瑪茨 今晚第一次領先 在關鍵的時候領先 迪拉Gayce 你又來了 這次的話 嘩 氣勞空了 這幾次 迪拉Gayce進攻的選擇 很有問題 米爾斯 今次妙傳 給到Yubens 嘩 這幾次的進攻 米爾斯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場下有幾個人還在等出場 就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好了 買米爾斯這邊 還是迪拉Gayce 自攻 Q2的進出 是不進的 今次Achua有版 Fadeaway拿版 是有的 馬切叫Timeout 好了 Timeout出回來 都是給米爾斯 喂 真是當家求星 這樣 那就肯定是丟了 葉火這邊是上了 伊古奧達勒 以及CJ Miles 也看到 史波爾斯查 應該是不滿迪拉Gayce的表現 最後是換掉了 好了 沒時間了 米爾斯這次的進攻 時間壓得比較久 然後今次的3分 進入了 叫Timeout 好了 最後4點2秒 葉火這邊 有沒有Ray Allen 站出來 Candrid Hunt 是不是那個Ray Allen 面對著米爾斯 3分出手 是不進的 米爾斯 絕對攻神 進攻也是他 防守也是他 最後那一刻 其實也是干擾到的 2分分差 Games7 每次贏球 他們是成功奪冠的 好了 最後見到Longley Walker 首碰奧巴欣杯 左邊的球員 是Delvin Vessel 新秀賽季 獲得了FMVP的獎項 好了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今天看了三場球都幾精彩 是不是應該點個讚 我發現我平時真的太少說這些 到最後我說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的時候 你們這群色人已經是退出了 我肯定是知道 你們這群頭看片的習慣 你猜我不了解嗎 這條影片應該點個讚 Achua盡力了 28分12個版 但是 迪拉基治真的要打4分 入場之後那幾個進攻 看得我很迷 Kendry Nunn有25分 Halo17分 馬遲這邊 米爾斯 入場之後那2個3分 真是大心臟 18中7 23分 Longley Walker20分 Devon Vessel 是最後的FMVP 他有19分 恭喜馬遲隊 OK啦 今期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